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热 莫非有人加害 我热闹 救命啊 有人没有人啊 有人落水了 救命啊 她真的太可怜了 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又拼尽全力的大声呼救 真不知道她还要受多少罪 对 万姑娘 请问 你有看到是谁让她落水吗 没 没人害她呀 是她自己落水的 林七夜 其实我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什么 喜欢 我喜欢吃驴肉花生 你都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林少主 我到现在想起来 还担惊受怕呢 那就多谢万姑娘 出手相助了 做好事不留名 林少主 就不用特意谢我了 这次落水浑身酸痛 还是先在府中休养几天再逃吧 小姐 你可终于醒了 可担心死我了 你这好好的 怎么还落水了呢 对啊 我这几天都睡糊涂了 你要是不说 我都忘记 是有人把我踹下水的 有人踹小姐 嗯 可我听送你回来的姑娘说 是你自己失足落水的 我自己 那我知道了 不过 我这几天都病了 也没有见某少主 过来喂喂我一下 小姐 其实那天你落水后 是少主亲自把你送回来的 盈盈 盈盈 我不许你有事 你们这些庸医 要是治不好我的盈盈 就给我去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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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夫人 您的午饭 我的 驴肉火烧 他让你给我的 对啊 他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驴肉火烧的呀 好 林少主 这是罗勋郡主托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快打开看看吧 罗勋郡主可真贴心 不像我 都还不知道林少主喜欢什么 放那儿吧 你真不打开看看吗 若郡主万一认为不是我把礼物送给你的 到时候怪罪下来 可怎么办啊 如果郡主怪罪下来 到时候 你可一定要帮帮双儿啊 其实 我还准备了一个礼物 是双儿亲手做的 想送给林少主你 往日这绿茶呢 都是茶香振振 香气扑鼻 尽人心皮的 也不知怎的 今日这茶气 这么重 是有点儿 对不起啊 姐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只是想把我亲手做的礼物送给林少主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的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的 我就是觉得吧 今天这蚊子啊 实在是太多了 闹得我心里 你个贱人 贱人敢打我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是看到这儿有一只蚊子 下手中了 别建议啊 如果我要是真想打你的话 我这手劲肯定不是刚刚那样 一定比刚刚立手更大 跟武斗 疼不死呢 你 林少主 我们两家可是咳嗽很多年了 你就让他这么欺负我 回去转告万老爷 今年贵府跟蓄林山庄的货单 不叙了 至于原因 盈盈是怎么落水的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你 你 姨妹 听说你已经陪同灵奇夜回见万山 你做得很好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 记得要随时回报 想起来 小姐 颦远深深遇见你 我能逃离这吗 明月落歌 战争反侧 无声愿人身上 听缘水有光 却不住我的沙洒 渐渐发现 心情数长 今时与你度过 一人千笑地 黯然不再逃离着呢 竹林阴晚霞 曾连脑海中复过 言不由衷 我渐渐喜欢上你呢 我想说 想和你 云情花千月下 居然其美为你二家朝思暮沙 比剑与你共上世间繁华 也不怕冲去红颜花发 想和你 一起花千月下 居然其美为你二家起笔造花 想和你 上月世间繁华 也不怕冲去红颜花发 我关沙 陪剑脚白 没惊人被逼出炸 强远时 谁遇见你 我能逃离着吗 明月楼盖 战争反侧 无声愿人身上 听缘水有光 却不住我的沙洒 渐渐发现心情书 长情诗与你度过 一人千笑顶 黯然不再逃离着呢 竹林阴晚霞 曾连脑海中复过 言不由衷 我渐渐喜欢上你呢 我想说 想和你 一起花千月下 居然其美为你二家朝思暮沙 比剑与你共上世间繁华 也不怕冲去红颜花发 想和你 一起花千月下 居然其美为你二家起笔造花 想和你 上月世间繁华 也不怕冲去红颜花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